台湾男孩陈冠瑞 今年因参加韩国选秀节目 BOYS PANET 打开知名度 近期台海两地飞的他 惊喜宣布 将在明年1月7日 在台北三创举办人生首场一见面会 时隔8个多月 陈冠瑞再度现身公开场合 他坦诚多少人都有些紧张 但也强调真的特别特别的想要大家见面 所以非常认真用心准备这次活动 而答应举办见面会的原因 他表示从节目结束的那一刻起 就一直期待着这天的到来 所以不断将自己的实力练得更加扎实 也想呈现美好的模样给大家 另外他被问到想念什么台湾的食物 他就透露比起吃的 他更想念饮料 每次回来绝对是要先一杯 吴时兰的大杯一号 最后他也提到为了这场见面会 准备付出了许多 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 让粉丝们都相当期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